好 今天的這款遊戲叫做 Smash the Office 就是把辦公室搞砸搞亂徹底的紓壓啦 對這很明顯的拿著一個球棒的就是我們的主角 然後我們就是要把整個辦公室的東西全砸了 達到你紓壓的目的 我們就來開始吧 好現在看起來是教選模式 右下角按這個可以揮動你的球棒 還有連斷的感覺 然後左下角可以跑來跑去移動 右下角就是攻擊 那這個紅色箭頭看起來是你的目標 然後你在每一個小關卡都有需要 破壞的目標 那你的後面會跟著一道牆然後不斷的朝你 推進 機器人應該也是很危險的 然後這邊滅火器是可以造成範圍傷害 還有一些TNT的那個電腦 這邊如果善用這些道具你應該會推進得非常順利 然後又很舒服 因為一看到就 砰砰砰砰砰這樣子 流斷有沒有 欸欸欸 有有有有 然後他有這個槌子 大槌子的模式喔 在攻擊鍵右上方 這應該是技能啊 然後繼續 哇 我被這機器人炸死了 不過沒關係 那他打完之後應該會給你裡面的遊戲幣之類的 你看我拿到了42塊 辛苦了戰鬥之後拿到了42塊 好我們再來一局 一樣從這個第一關開始 那我剛發現這機器人好像有一點 模式可以推去 他就是會一直朝著你前進 然後他旁邊的那個範圍可能是他會爆炸的範圍 大家盡量不要接近那個機器人應該是最保險的過程 這遊戲真的挺紓壓的 平常你看你同事老闆 誰啊隔壁部門有沒有 誰不爽 藉由這個遊戲裡面 敲他的感覺 我變大隻了 破壞就更強了 你看不爽 就來這遊戲裡面發洩 誰一直搶我硬表機 誰在那邊亂丟垃圾 什麼有沒有 誰在那邊問東問西 就給他炸嘛 炸死他 被炸死了 好吧 可能我剛剛太激動了 然後商店這邊可以就是 進行Skin的更換 不過好像看起來都是要台幣的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呢 你的武器也是可以更換的 你也是可以花台幣更換一些炫炮的武器 高爾夫球桿啊之類的什麼武士刀之類的 然後這邊可以增強你的技能 或者是開發新的技能好像都是可以的 只不過他需要那個就是右上角那個 箭頭的那個壁 然後這邊則是 路邊平常會掉一些 類似 技能的東西 吃了就會瞬間比如說凍結啊 或是便搭那種 就是可以增強那些技能 好吧 現在我的目標是盡量的往後面的那個關卡打 看有沒有一些特別的地形 可以讓大家來 觀察 或是來 出場一下 因為這感覺就是每一間辦公室 會出現的那種排列組合 類型 他這個 掃地機器人之類的 就準備要給大家 趕快跑 不然就是你只要把旁 牆壁上面的那個 滅火器大概把他都打掉你大概就完成了 然後這是什麼 喔 喔 蓋倫喔 喔 斷斷斷斷斷斷 喔這個厲害 跑銅王蓋倫的 經典招式 喔他的箭頭會指引你出 說就是 你還有哪一根還沒有打 然後像後面的這個牆壁也會幫助你壓一些 壓一些壓掉一些你要破壞的東西 如果他會靠你 喔這是什麼 喔喔喔喔喔喔 加速加速 喔這好爽 喔喔喔喔這什麼 置物櫃們 置物櫃就死吧 誰在那邊亂用我置物櫃 欸 對不對 陰水機 不好喝水 亂搞 不補水 喔喔趕快跑趕快跑 這城板弄掉 喔喔炸炸炸 這玩起來真的很實力啊 這真的是 凍結凍結 我一個慢弄作特效的感覺 這什麼這哪個屁還在排克多椅啦 上面還放盆栽要死人喔 感覺我超前的蠻多的 這次應該可以到很後面喔 誰把女子排成這樣啊 牆壁上還有奇怪的話 牆壁上還有奇怪的話 還有一種小偷 力刃的小偷是不是 誰來透過我看東西這樣 所以不被炸被撞到也會 也會結束 真是 這掃地機器人真的是 很爛 現在有一個拉霸的東西可以玩的樣子 這樣一次要100塊 拉一下拉一下 喔就是箭頭幣 所以我要一直擠那個金幣 然後換那個箭頭 這樣我就可以 增強我那個技能的威力 還有這些沿途道具的威力 好拉我覺得這款遊戲應該就是這樣子啦 只是看後面很後面的關卡會不會有一些特別的東西 然後他真的是一款 很紓壓的遊戲 尤其是上班族 我覺得上班族對於這種 這種環境 真的是 譬如說 旁邊的同志一直很想打他 但是 下不了手 或者是 道德上 沒辦法這樣做 我們就在遊戲裡面紓壓對不對 我們玩遊戲又不會造成犯罪 又可以紓壓 這真的是太棒了 好啦反正就推薦給大家 Smash The Office 那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出其他背景的遊戲 如果有的話會很好 那 總之大概就是這樣拉 就是想看我其他影片的話 你可以連影片左右兩方 就這樣囉